出血的日子,别人在炸鸡啤酒,你为了元旦美美地和男生跨年,窝在家里拿苹果当饭吃,想着能减几斤是几斤,可是…… 心机表才会推荐给你苹果减肥法。 苹果减肥法会让身体缺少蛋白质,看上去瘦得快,但掉的体重多是水分,那些厚厚的脂肪还好好的贴在肚子上呢。 苹果减肥算是快速减肥法里面的一种,而很多快速减肥法都容易引起胆囊方面的疾病。 新闻还报过说,有人拿苹果当饭吃,吃了两个月,结果得了低血糖加胃溃疡,被送到急诊治疗,用健康的代价换美,实在是得不偿失。 再说了,在水果界,苹果的卡路里比较高,100克苹果的热量有52大卡。 平时市场上卖的苹果,一个起码有200克,每天吃一个,连蹦带跳30分钟才能消耗掉这些热量。 要想减肥,最健康的方式还是合理饮食加适量运动。 管住嘴,迈开腿。 关注女子力科学社,回复减肥,怎么吃怎么动,都有建议给到你。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,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!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